BT版、GA版、SF版 不同版本中的僵王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来看BT版僵王 根出者僵尸机甲,生命值十万 爱德加博士驾驶的巨大机甲 攻击方式有机炮、也有导弹 以及高科技的僵尸传送装置 能召唤僵尸非常的厉害 SF版僵王 驾驶强大的机甲 汉地者一千形 生命值一万 攻击方式是机枪扫射 与其他僵王不同的是 他并不会召唤僵尸 不会召唤僵尸 那还算是僵王吗? GA版僵王 终结者 生命值未知 估计不低 与其他版本不同的是 GA版的僵王有阳光消耗 并且价值一万阳光 虽然说 他的生命值也是一万 那就不知道了 俗话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三个版本的僵王 谁最强谁又最弱呢? 老大 你难道还能让他们 打一架不成? 那当然不行了 我懂了 需要三招物 答对了 炮灰的作用 这个时候不就体现出来了吗? 在这之前的测试中 我们知道 SF版的汉地者 只要七个就会被橄榄球给冲撞秒杀 而其他版本的橄榄球 是不会冲撞攻击的 那么普通状态下 几个橄榄球能打败江王呢? 下面即将进入一百江王大战 哪里? SF版一百个橄榄球 VS汉地者 一百个也太吓人了吧 汉地者直接就被秒杀了 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 GA版一百个橄榄球 VS终结权 我家伙 一百个橄榄球都打不赢 江王的血条才掉了这么一点 BT版一百个橄榄球 VS跟出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